热等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9月16日 从阿联酋传来一个好消息 该国的拉西德2号月球车将搭乘我国的嫦娥7号 于2026年底实现在月球南极的登陆 目前 双方已经签署关于嫦娥7号任务搭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而双方的合作模式将是天宫空间站合作模式的月球翻版 即 有我们以搭便车的形式将拉西德2号月球车运上去 并提供测控和数据接收服务 阿联酋则提供100%由自己研制的月球车 并向我方共享该月球车所获得的一切探测数据 这是货真价实的互利共赢 至于这趟合作下来收不收费 收多少钱 你猜 阿联酋这个国家对航天有着极高的热情 从前年 它借由日本的HRA火箭发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就可见一般 而拉西德2号月球车之所以叫2号 是因为之前还有个1号 也就是拉西德号 它准备在今年借用SpaceX公司猎鹰9火箭发射 并乘坐日本的登月器最终落在月面上 不过 该项目在今年内实现的前景并不乐观 阿联酋与我国的航天合作 属于我们定义中的B2类 也就是合作方参与中国国家航天局牵头的项目 如嫦娥4号 6号 7号和8号项目 中国国家航天局负责与合作方洽谈项目 现在 嫦娥7号阿联酋月球车已合作 嫦娥8号还有一个空位 不知道届时谁会上车 我国航天的国际合作还包括国际月面科研站 目前已经与俄罗斯确定A类空间任务类合作 阿联酋也很有兴趣加入 有意思的是 阿联酋已经加入了美国的阿尔特密斯重返月球计划 美国月球基地建设的合作名单里也有它 如果真的再加上中国国际月面科研站和月球基地 倒是可以像当年的印度一样两面通吃了 说起来 各国都十分欢迎 类似阿联酋这样的土豪激发自己的航天热情 至少能注入强劲的资金 而嫦娥7号的发射时间从2023年到2024年调整到2026年底 之所以要调整并非再等阿联酋的月球车 外界猜测是在增加嫦娥7号的含金量 加大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部分 阿联酋月球车的加入也让大家担心会不会挤占我国设备的空间 嫦娥7号实际是一个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原型 一个探月航母编队 具体的说 是一个由一个空中基地轨道器 一个月面基地着陆器 中巨星 一架飞机飞月探测器 三台月球车 玉兔3号 拉希德2号组成的六气合体 从之前的拉希德号来看 它的长和宽不过50厘米 高度也才70厘米 总体重量甚至不到10公斤 是世界上最轻的月球车 即使拉希德2号月球车有所改进 总体数据也不会放大太多 我们的航天器冗余设计本来就挺大的 有足够的空间再带一辆小不点 不会因为它而影响我们的任务 根据设计 它的寿命至少是8年 相比之下 嫦娥4号登陆器的设计寿命只有一年 玉兔3号至少会携带三台科学载荷 分别是拉曼光谱仪 侧月雷达 月表磁场测量仪 将在国际上首次对月球南极着陆区的月壤和次表层地质结构 进行高分辨率探测 拉曼光谱仪取代了玉兔2号月球车配置的红外成像光谱仪 具有光谱探测范围广 作业效率高的独特优势 月表磁场测量仪用于获取月球表面残余磁场及其梯度分布规律 可以与轨道器环月磁墙器联合工作 嫦娥7号着陆器将与前辈嫦娥3号嫦娥4号的两台着陆器一样 不仅承担登月使命 更肩负有科学探测任务 为此也配置了四台科学载荷 分别是月染挥发分测量仪 月表环境探测系统 极子外相机 月震仪 整个嫦娥7号最具看点的是它携带飞月探测器 这是一个六条大长腿的小乍猛 可以在月面上像螃蟹一样爬行 也能运用自身的动力系统贴近月面表面飞行 并且还能反复起飞 反复着陆 其搭载的月壤水分子分析仪将获取水兵存在与否的直接证据 它将具有比月球车高得多的探月效率 是人类探月的一大创新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想到美国毅力号火星车携带的机制号火星直升机 但火星上有大气 而月球上没有大气 飞月探测器只能采用传统的火箭动力 然而 火箭动力无法产生电能 无法驱动所在的各种设备 所以 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充电 目前 飞月探测器获取电能有两种方式 一是飞回着陆器进行充电 二则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充电 两者各有利弊 飞回着陆器充电 充电效率高 时间短 但显示了飞月探测器的探测范围 而以太阳能电池板充电 不再受着陆器的范围限制 但充电速度满 时间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嫦娥7号偏向于选择第二种方式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 飞月探测器并非小不点 它所携带的一个设备就有数公斤重 外界推测它的整体重量可能有上百公斤 如此一来就可以在它的身上大做文章 比如探月的同时给它装上武器 那么飞月探测器就会变成浮游炮 保卫我们的月球科研站和月球基地的安全 美国已经提出了其月球基地禁止非合作国家靠近 那么给我们的月球科研站和月球基地配备保安也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嫦娥8号也将验证大载重月面软着陆技术 并利用月壤测试3D打印建站技术 这个大载重不知道是提前预制的有人驾驶月球车 还是月面移动载人实验室 再加上嫦娥7号8号的着陆器 玉兔3号月球车以及飞月探测器 这就是国际月球科研站月面的硬件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融合嫦娥9号 10号和俄罗斯的登陆器和设备 这就是国际月球科研站一期工程了 而在月球轨道上 届时至少会有嫦娥7号 8号 9号和10号四个轨道器 多个中级卫星 将来在他们的基础上 再发射核心舱和载人舱 对接起来就可以建立月球轨道空间站了 与月面的国际月球科研站形成互动和组合 而在这个时候 载人登月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这个时间点预计在2030年左右 我们虽然没有火急火燎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然而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的嫦娥探月工程将更具韧性 美国一直担心中国货将率先登月 9月18日 在第73届国际宇航大会上 美国宇航局局长尼尔森又抛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 他声称 美国与中国的航天合作取决于中国 中国方面必须表现出一种开放态度 而这种态度尚未出现 中国太空计划透明度并不高 尼尔森说话这么豪横 差点以为是宇宙宇航局 不是美国自己的法律禁止中国和NASA合作吗 当初把中国踢出国际空间站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中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飞行器 自己的空间站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美国标准 既然中国太空计划不透明不开放 那为什么阿联酋的月球车能够登上嫦娥七号 中国还与其共享数据 美国与中国的航天合作取决于中国 那太好了 我们决定不合作了 既想和中国合作 又想主导中国的空间站 美国这是做梦的 自己有求于中国 却摆出傲慢的姿态 中国的空间站爱来不来 没人求着 美国要来就按照中国的规矩 先把中文学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